这是今年的辣椒新苗 长势还不错吧 这个呢是过了冬的辣椒 规模显然不是一个量级 是不是可以说迎在起跑线了呢 一直都有观众问过冬的辣椒怎样了 虽然我在几个视频里都有提及 但并没有专门关于辣椒过冬的总结 今天就补上这个内容 同时分享一个小步骤 算是给安全过冬的辣椒一针强心剂 让它们可以迅速清醒 并焕发蓬勃生机 你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今年过冬了的水水头辣椒 6月初就已经结了这么多果实 对比旁边今年2月底开始育苗的同样品种 过冬了的的确是赢了 在我一年半前的《如何带辣椒过冬》视频中 曾建议大家大胆减脂 最后只剩几个小枝条 这对于冬天较为寒冷的地方很合适 因为不需要消耗过多能量 更容易让辣椒进入冬眠安全过冬 而对于较为温暖的地方 比如像我这里加州九壁 可以多减 也可以多留一些枝条 去年我们恰巧又赶上暖冬 而且余水少 所以我的辣椒们无论在盆里还是地里的 大都毫无压力的在室外过冬了 前年就没有那么好的天气 除了一颗室外地里的青椒 其他的最终只有放在室内菜棚的才活了下来 只要活下来就有希望 在天气回暖时 看到辣椒开始长新叶了 那就意味着它们醒过来了 这时候就要开始恢复胶水施肥 需要移栽到地里的也可以做了 原本在地里过冬的也可以挪个地方 底肥充足更利于后期生长 比如我的这些日本甜辣椒 今年就给它们挪窝了 这是四月时候的样子 移栽过后两周左右 在它们基本适应了新环境之后 就需要一个小步骤 来特别促进一下辣椒的生长 那就是11次化肥 就用这种全能的水溶肥 因为通过对比实验 此时用一次化肥会特别有效 尤其是大含量高的 让枝叶生长更茂盛 只需要用一次 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之后 就继续用有机肥吧 调配时要稍微淡一些 不到一大勺兑一加仑水就可以 这颗是没有用化肥的 恢复的就慢一些 长势也稍微差了一点 不过终究还是会赶上来的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用化肥也没关系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会怀疑我被打脸了 因为不是一只号称自己是有机种植的践行者吗 的确是的 我并不排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用一点化肥 有机肥无机肥的化学本质是一样的 不同的更多是长期频繁食用的影响 只是偶尔用一下 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讲都不会有问题 我这里生长季长 每年重新育苗也可以 但生长季短的地方 收获可能就会有很大不同 所以如果不是特别麻烦 我还是很愿意带辣椒过冬的 希望我的过冬结果可以鼓励到你 也同样收获又早又多的辣椒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